台東豐田有一間自助餐店 從四年前開始發放愛心餐 今年特別在除夕準備兩百份的便當 讓所有人都能夠過個好年 那麼您看到這桌上擺滿打包好的餐點 有一份大雞腿便當 加上這個暖身又暖心的麻油雞湯 老闆看到有需要的人 就主動開烤送上餐點 他說疫情後來領愛心餐的人變多了 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 想要分送更多溫暖給大家 在山心人士的捐贈之下 那麼也為這個有需要的民眾 提供一頓溫暖的年夜飯 嗨 我是莊宇傑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宇傑一起看新聞吧